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之野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帘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属不同互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秘摇尾 伴随着此起彼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间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地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封硕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之门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气 猪之发出的声响也不分旋指 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母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来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无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智慧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 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亲近乐土 中华护生协会广妖宁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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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想说结合我们这一群比较偏向喜欢来台东的这些菩萨们再一次来拜访台东 那也希望说在这个地方跟更多的众生结更多的善缘 所以我们才特别再邀请战元法师也一起来去做一些善行善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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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给你听了 好 好 好 你这里按你按 看你啊 按这里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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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次我们就是请这个前村长再去联系 还有很热心的开车带我们上去 我们才得以再去见这个老人家一趟 阿弥陀佛 好 好 好 一些东西我给你 好不好 对 好好 来帮你拿进来 自己还能煮吗 还不错 好 是啊 对啊 山菜 你今年几岁 几岁 几岁 79 79 对 那我觉得 真的呢 她生活 没水没电 但是她依然就是很自在的在生活 那我想这一次我最主要是 想去了解她说 她到底比较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对 然后我们 我们可以去做什么样的关怀 然后再进一步的 希望说我们可以提供她什么样的帮助 她很有力耶 是啊 是啊 很快乐 很快乐 对对对对 谢谢 谢谢 好 阿弥陀佛 好 拜拜 拜拜 我讲说要慈悲利益众生 就是最苦的众生就是我们需要帮忙的众生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达到 不是锦唱天花 而是什么 雪中送炭 就不断了 不间断了 能够用一些时间 把我们福报 供养他们 最苦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来的一个对象 所以还是让老人家要关怀 小孩子要照顾 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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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快樂舉手 不快樂等下來找我 我跟你輔導 每天我們要很快樂 因為我們活在一時間 我們有兩隻手 有兩隻腳 還有兩個眼睛 那這樣可不可以做事情 那現在還有一個好心腸 對不對 所以健康的身體 這邊又可以吃素 又可以學習佛法 你們有沒有比他們幸福 很幸福 所以不要跟別人比 跟自己比 要每天跟自己比賽 每天要進步一點點 所以要把快樂帶給別人 快樂帶給別人之後 以後你才會快樂 如果你沒有把快樂帶給別人 你永遠都沒有辦法產生快樂 我們去關懷了 一個海山市的福育院 那福育院的孩子們 大部分都是因為一些弱勢家庭 那他們的住持 少紅法師非常慈悲 他在十年前成立這個福育院的時候 就接收了很多孩子 目前有四十幾個孩子 都交易得非常好 我們也很歡喜 去跟他們結圓 這些孩子 他跟一般的社會上的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其實這些孩子都非常的敏感 然後也非常的容易受傷 也正因為如此啊 他們其實是比一般正常教練孩子 是更需要愛 然後也更需要包容的 所以其實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再跟孩子做一個 情感依附關係的建立 在三十幾年 我愛你 我愛你 我的愛 我愛你 兄弟我是我的親 天上心是愛人的心 我愛你 我愛你 兽红长老迷其实在创办这个机构的时候 它给了非常多的支持 它也给了很多温暖 所以我们的孩子是在这边有得到满满的关爱 都会跟学校的老师或同学说 我们都是一个三代同堂 甚至四代同堂的一个大家庭 就是我们的兽红长老迷 很像是我们的奶奶或是阿祖 他们其实通常是用这样的方式介绍我们的师傅们 然后我们这边的社工保育老师 最重要是他们的爸爸妈妈 然后其实比较年纪轻的老师 就很像是各个姐姐 所以我们其实孩子们 其实对于家人是非常非常有向心理的 像是母亲节或父亲节的时候 这些孩子啊 他都会把我们当成是父母亲一样 写卡片给我们 或是送我们很多他亲手做的一些东西 其实就是应该说 这就是我们其实会觉得很感动 然后也会觉得是得到一个很好的回馈 因为孩子会长大 如果你能够持续几个月来看看他们 给他们一些 不是不一定是物资上的 但是给他们一些关心 跟一些互动 他们其实是会很开心的 这中间也会培养我们一些义工 他更发起这个慈悲心 更发起想要做好事 想要做好人的一些心情 所以希望大家可能说更积极的 能够参与这种活动 希望帮助这个社会需要帮忙 照顾了这些小孩老人 都是我们努力的对象 其实我一直很希望 我们佛教的一些慈悲使者 或是一些更多的一些精神 能够都落实在这个慈悉事业当中 所以当然是非常希望 有更多的佛哨团体 能够去协助共襄圣举 然后去协助这些落实的儿哨 然后也把我们这个种福田的精神 能够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跟做一个呈养 也算是去种一个菩提种子 种一个善业 而且以后我们希望海涛慈悲基金会 可以在台东落地生根 能够在这边有一个中心 有一个在这里帮助众生的地方 我们这些义工 让他们把自己当做自己的小孙子 或是自己的家庭的儿女一样 照顾他们 希望他们把这个爱传播给他们 把这个佛陀的慈悲 把架持到这些小孩子 然后最后这些小孩子长大之后 他们开始就是有这个善心 开始在光帆这个社会 加油 你比我还要忙呢 你比我还要忙呢 你比我还要忙呢